然后我们来看DAV 那么DAV刚才说了 Mode Output 然后在这个地方呢 是这个地方我们要配Plugin Plugin这个东西一般 一会儿我们会从 会从别的地方拿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除了Path以外 我们现在要开始引谁啊 Constant Constant这个里边我们要引谁 因为这个里边刚才 反正因为它是Models 那个出来的 所以这是style lint 逗号 html Plugin 然后等于 require 然后这是点杠 因为这跟它平级的嘛 就在这直接引 在这引完了以后 你会发现这个东西就简单了 你把这个东西替换成谁 所以这个点点在这了 你看见了吗 你把它直接替换成 把它展开 style lint 对吧 那第二个东西 在这儿把它展开成什么 html Plugin 对吧 把它展成这样 也就是说在这个地方 Plugin在这儿 那么还有一个 因为对于开发环境的话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会把dev tools打开 就是sauce mapping s-o-u-r-c-e-m-a-p 对吧 这个开关还记得吧 然后是Plugins 然后最后呢 是dev servers 这些都是给开发 整个开发环境中的 OK 那么在开发环境中 那么它拿到这些东西以后 过来这个地方是什么 这个地方应该是 config等于什么 应该是config等于require 应该是从那个models的export里面拿吧 对吧 点杠 这是拿config 然后杠webpack的代物 对吗 拿到这个 拿到这个以后 那么底下正好这个东西 接到config里面来 点点在这展开 对吗 没有问题吧 那我们看整个这个流程是顺的 然后我们再看生产环境 我们再看生产环境 那么在生产环境里面的话 那么生产环境上面production 没问题 output里面加了min.js了 然后后门这个Plugins 这个地方 styleint呢 我们认为也是需要的 那么如果这需要的话 那么这个地方 也要引那谁吧 也要引这个base吧 所以从这抄一遍 Ctrl-C Ctrl-V 这可以吧 那么这儿OK了以后呢 那么这个地方其实跟这个地方也是一样的 照抄 那我们就 这个没问题吧 然后底下一个问题 作为生产环境 需要dev server吗 你看我都已经准备删它了 肯定不需要对吧 因为你生产环境一定用 至少用个NJX 或者用个什么东西 或者阿爸奇都可以 这个 没必要用dev server吧 这个东西就是在你你的本地环境起个HTTP server 帮助你去更容易的开发 但是你线上你用这个东西就吐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没有对吧 然后他那么他这边OK了以后 反回来这边应该是什么 把这 copy一下 应该是等于product对吧 OK 那我们再看测试环境 测试环境呢 就相对来说更简单一点 测试环境 首先mode是development的 测试环境需要output吗 所有人的思路要清晰 测试环境的时候 测试环境是被谁包围的 刚才我们说了 测试环境是被 那个 Jazz的就是被test cases 这个是包围他所有的东西 你看吧 这create 然后render 直接在这render 所以测试环境是不需要输出的 对吧 这东西直接删掉 没有用 对他来说 他是那个loader 他自己到那里面去 去淘换那些东西去 好吧 然后呢 在这呢 plugins 需要吗 这个不需要吧 htmlwip 因为他没有这个东西 他都没 他都不碰那个html index的html 所以这个东西他不碰 但上面这个东西他要 对吧 那上面这个东西要 那么底下 他又是从base里来的 那么是不是得从base里拿一下 好 从这拿完了以后 这个地方就替换成 这个了 对吧 而且还有一点 因为他不需要这个 后面这个东西 把他这个去掉 对吧 因为测试嘛 不需要后面 没有html事 前面 这个是需要的 然后 devsever html需要吗 他不需要 他需要那个东西干嘛 去掉 好 那么这已经整个 这现在是弄完的技术 弄完了以后 那么在 config这个地方 除了那什么以外 我们现在还没把 这边有了 这个还没做 这个是把html拿去了 好 那么现在整个的这个东西 就跟我们原来要求的 这个感觉一模一样 所有的这些东西 全都 进来了 那么在这儿的情况下 那么我们还要再去 改一下这个东西 在这个里边 我们得加什么 因为这个 webpack就行 这个里边 在webpack在给的时候 你要因为它是bill的嘛 所以这个时候 应该是 什么情况 在这个里边 我们把它配置成 怎么说呢 就是把它应该配置成 配置成什么状态 这个应该是bill的过程 应该是一个env.pro 也就是说 你如果想上线了 你就bill的它 bill的完了以后 它就把这个东西 直接变成bill的状态 然后给你生成到bill的 那个文件夹里面去 但是如果是 它是start的情况下 因为这个 这个大家看 你说这不是webpack 对 它有个webpack开头 也就是说 它是webpack 它包了一个盒 它在 它一手启动 Dev server 另外一手 它等于是说 所有的webpack 在调用的时候 会把该给的东西 都给它 它把该给的东西 给到webpack里面去 它跟webpack之间 沟通是很顺畅的 所以这个地方 打env.l 好 那么这个东西有了以后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这个效果 我们现在打npm run 然后你这打相应的这个要求 比如start的 这就是开发环境 那么这是一个服务器就能启动了 这里有bug 看一下配哪 chill的stm webpack plug-in for index error in 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东西 又忘了个茬 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在这里的东西 它无所谓 看见了吗 这里的东西无所谓 但有一些东西 我给考到这里去了 考到这里去以后 比如这个template的html webpack index 它原来在 它原来是在config.js里面 它现在跑到config文件夹里去了 所以它现在再找找不着了 它找不着index 因为在config底下是没有这个的 那你要想让它能找到怎么办 它要到上一层目录 才能到index.html里面 对吧 OK 我们再来看啊 就这种东西很多 比如content的base 这个东西 要写成啥 这个其实放在这倒也还好 这个放在这倒也还好 然后我们再看测试的 测试环境有需要改的吗 没有 public环境呢 也没有需要改的 OK 我们再重新来一遍看看 咦 好像图片没出来 看一下吧 哪个东西没出来 55bill的image 又是去找bill的image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问题是它出来了 这是cache 这是build buildbundle buildimage buildimage底下应该有啊 那么deaf server就改一下吧 这个把它改到点点上的位置上去 看一下对不对 好 出来了 果然这个 反正就是基本上是因为你往里挪了以后 那些地方就要调一下 这些东西都调完了以后呢 你就发现这个事情就OK了 嗯 我们看一下有没有报错啊 我觉得应该没有 好吧 没有 一切 嗯 世界恢复了平静 好吧 这是刚才那个 OK 我不要 我就 potrzeb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